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首先带你来看到越演越烈的县议会57案严审 22号在国民党党团议员以及五党级议员郑乾隆 在地方报纸上刊登了只以议长张俊独裁的说法 而法治事主任说明 当日临时动议中 既有议员参与邀请县长、副县长来列席说明 既已经复议临时动议的提案 宪敏全意识越看越花 辅会关系越远越烈 22号一早在地方报纸上看到花莲县议会 国民党党籍议员刊登抖大的标题 讲清楚说明白 底下还有14位议员的联署签名 花莲县议会法治事主任说 2月9号议读会后 临时动议要求秘书长进行议员提案 未执行的说明 但秘书长仍然无法做详细的说明 即要求县长或副县长 在2月13号列席说明 未料县长、副县长均未出席 已经那一天至少有超过5个议员 表达共同的意见 那等于就是说就算是提议的人 然后没有人连署 可是他们已经实质表达认同 而且他们同样的都是这样的意见 所以那已经是那样子的做法 已经实质上超过附属的意义了 他们进一步 不仅那个 他不是只有连署 他没有连署 可是他进一步他已经认同 而且他们都是受害者 所以那一天议长才是说 那就是请副县长来说明 那当场并也没有任何一个议员说 副县长不需要来说明 不该来说明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交代清楚 连劳秘书长 他也没办法说清楚 因为他说那个公文不在他那边 一人独裁的斗大标题 让华联信任议会 目前的议事运作浮上台面 有关民众民生议题 以及急迫性的提案 仍旧搁置在审议的过程当中 57个专案以及议员提案未执行 在隔空交战中 仍然等不到结果 这几天县府多次的 那一天不厌其返的发了两三次的新闻稿 我想要带这个风向大可不必 那所有的议事的审议都应该回归正轨 回到议场来 那不必在外面一直放风声 那我想这个不是 所有的县民所乐于所见 记者凌接花令市采访报道